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海家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 加入我们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 平章 好的 谢谢东宁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新天说 去年11月发动巴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 原本策划在法国再发动一次袭击 但是上个月决定把布鲁塞尔作为袭击目标 布鲁塞尔飞机场和附近一座地铁站发生的炸弹袭击 造成32人丧生 袭击发生几天前 比利时经过四个月的追捕 抓获了涉嫌参与巴黎恐怖袭击案的阿布德斯拉姆 比利时检方星期天说 这个恐怖组织没有想到有关当局 对巴黎案件的调查会取得如此快速的进展 因此临时改变计划对布鲁塞尔发动了袭击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 星期天在日本拉开帷幕 会议除了枪救伊斯兰国等反恐对策 及难民援助问题展开讨论外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也将成为议题 日本正在跟其他国家协调 在这次外长会上发表一份声明 首次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表示关切 并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表示强烈反对 在另一方面 一些活动人士星期天在七国集团会议开幕之际 于东京街头举行示威 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侵犯邻国主权 印度西南部嘎拉拉邦一座寺庙 星期天凌晨发生大规模火灾 导致至少100多人丧生 200人受伤 当地官员表示 星期天凌晨时分 很多人都聚集在寺庙内外观看节日焰火 但是火苗落到了寺庙里 储藏的大批烟花爆竹当中 引起了爆炸和大火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表示 这起火灾以及所带来的伤亡 让人心痛震惊无以言喻 当地官员表示 发生火灾的寺庙和庆祝活动的组织者 事先并没有获得放焰火的许可 在美国方面 来自弗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 赢得了美国西部怀俄明州 星期六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 但是根据民主党的计票规则 桑德斯虽然在这次参加 怀俄明州初选投票的民主党人中 赢得了56%的选票 但是他必须和赢得了大约40%选票的 希拉里·克林顿评分选举人票 每个州由于人口差别 选举人票数不一 怀俄明州有14张选举人票 或者说是出席民主党党代会的党代表票 星期六的初选过后 这14张票将评分给桑德斯和克林顿 也就是两人各得7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在美印最近大幅加强军事合作之际 抵达印度访问 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 我们目前与印度展开的合作 十年前不可想象 卡特将寻求增加于印度的防卫技术 与军事贸易合作 同时通过双边和三边活动 扩大两国军队之间的交流 卡特部长前往印度之前 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 谈判往往举步艰难 全球竞争激烈 但是我毫不怀疑 美国和印度将在几年内 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制造协议 密切两国之间的关系 并使两国的军队更为强大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全球要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是海涛 您正在收看VOA卫视 国共论坛遭遇存备之争 洪秀柱能否让国民党浴火重生 台湾定定言论自由日 今年正南融自焚 民进党呼吁马英九 520前特赦陈水扁 海下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4月10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 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 要为您深入分析 台湾在新旧政权交接之际 所出现的各种争议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 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卫英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晚呢 我们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 跟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 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的专家 吴汉教授来到现场 吴老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非常感谢博弈 也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那么今天很高兴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 为您请到的是明报的时事评论员 郭宝胜牧师 郭牧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 国民党前秘书长李四川 他在离职前提出建言 建议取消已经举办了十年 已经沦为大拜拜形式的国共论坛 那么有评论人士认为 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 国共论坛的角色应该更行重要 不但不应该取消 反而应该要加强 质疑取消国共论坛 是国民党自废武功的做法 而有关于取消国共论坛的争议 也引起了大陆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甚至有人认为 国共论坛如果废除 必将冲击国共两党的关系 不利两岸关系的发展 那么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洪秀柱 他在中常会上表示 国共论坛的举行有其必要 但表现的方式和内容可以再做调整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请先介绍一下 国共论坛他当年这个缘起 还有他现在现况和功能如何 武汉教授 国共论坛是因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 而产生的这么一个沟通平台 那么当年在2005年连战破冰之旅 那么跟胡锦涛达成了一个五个愿景 那么其中第五项就是建立一个 党对党的一个沟通联系机制 那么到了第二年 就是2006年开始举行第一次的国共论坛 那么第二年年底又在举行了第二次的国共论坛 本来这个国共论坛是设计是 两岸一边举行一次 轮流举办 可是因为当时是在扁政府时代 当然是在不可能在台湾举行 所以第二次以后 那么就形成一个惯例 所以所有的国共论坛都在大陆举行 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过十次 那么当时会之所以会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沟通机制 是因为在海基会跟海协会这样的两会的协商机制 在扁政府时代基本上是停摆的 那么既然停摆了 那么在国内对于两岸关系发展 有很强烈的这种诉求 所以于是乎国民党就去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建立平台之后 那么在马英九执政之前大概举行了三次 那么从马英九执政之后 那么第四届一直到第十届 那么我们看到甚至于在这个去年 朱立伦主席还跟这个习近平之间建立了这个主席会 那么所以过去透过这样的机制 国民党的领导人跟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 见过若干次的面 那么当然在这里面达成的一些功能是 从这个我们讲两岸关系来讲 它达到了一个吹风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要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政策的话 那么可以在国共论坛里面大家互相讨论 然后提出了一些共同的建议之后 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了一个两岸之间的一个政策 那么特别是这个大陆方面会在国共论坛上面 释出一些对台政策的一些利多 比方说会台政策的 那么可是呢这些 后来这个行之有年之后啊 就变成了一个大拜拜的形式 因为很多人就趋之若鹜的跟着这个国共论坛的这个平台走 那么所以变成这个结果大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具体的功能 再加上这个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联系机制也建立了 如果这个两岸的两岸事务的负责人也都见了面 所以好像看起来国共论坛的这个角色慢慢就淡化 可是可是在现在来看呢 因为国民党又要再也要变成在野党了 那么将来是不是要把国共论坛给废掉 或者这在国民党内部就引起了一些争论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整个的介绍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起教郭牧师 刚才提到说国共论坛角色虽然已经淡化 但是现在国民党即将失去政权啊 应该未来这个平台对于两党之间领导人的会面跟沟通 还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反而在半选之后 国民党出现了这个要取消国共论坛 您认为应该要取消吗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李四川这个报告啊 他是半选之后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反思 因为他国民党他要更新 他要如果赢得台湾的明星啊 再次选举他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像李四川他跑了21个县市 到基层呢做广泛的调查 甚至有激烈的阵弄啊 真实的来听听国民党基层党员的信声 到底他们的政策出在哪 这个内政呢 还有一些外交啊 都进行一些深刻的反思 除了一些内政呢 最关键是两岸政策 要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 两岸方面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一中的政策 九月共识政策 导致他过度的这个亲中 导致他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利益放在这个第一位 台湾的利益放在其后 所以导致这个台湾选民呢 越来越这个丧失这个信心 这方面呢 他们要进行深刻反思 其实国民党内部呢 早就有这样一个感觉了 比方说在大选期间 朱立龙 他的竞选口号就是 One Taiwan 大家都知道台湾那个 国民党的政策是One Chen呢 但是他的口号就是One Taiwan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知道只有提出这个口号 才能赢得台湾选民的民心呢 现在这个两岸那个政策呢 国民党很多时候就显入在一个形式主义 叫国共论坛 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 比方说台商利益这个数损 比方说两岸的这个红利 没有公平的这个分配 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呢 必须要实质的解决 所以这个国共论坛 大白白的形式必须要改变 再一个是跟中共的这种接触呢 其实要换一种这个形式 不然的话呢 给这个台湾选民 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 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人权状况 国际的形象很差 你跟他在一块 很多时候你的自己的形象 就是瘦瘦 静默着黑啊 连战跟国民党 跟共产党那么好 最后导致什么呀 导致这个到北京去 为共产党站台 否定了国民党 自己抗战的历史的这个地位 最后把受损的是国民党自己 所以你跟国共两党 尤其是国民党 要跟共产党交往的话 要特别的这个注意 各种的方式 所以呢 我就像朱立隆自己说的 他是我觉得 国民党里面 还是比较清醒的 必须这个要转型 国共论台要转型 国共的交往啊 可能在未来有一个新的方式 新的内容 这样的话才能赢得台湾 赢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民心 和扎根国民党 真的扎根这个台湾 好的 谢谢郭牧师 那么台北的武汉教授 究竟这个国共论台 该不该废除 可能也国共 既然是国共论台的话 可能就不光是这个国民党方面 现在这个大陆方面的学者 跟媒体都非常关注 这个国共论台要 是不是会被废除的问题 这个甚至说 这个如果取消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国共关系 跟两岸关系 那除此之外呢 从这个国民党内部来看 刚刚郭保生姆士也提到了 这是两岸政策的一个深刻反省 那么台湾有人认为说 这个两岸政策是国民党的强项 你现在取消等于是自废武功 但另外一方面有人说 你的亲中路线才是你导致败选 一个主要原因 这反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这种霹雳手段 你怎么看这两派不同的说法呢 武汉教授 我觉得两岸问题在台湾 它是一个被动的议题 我在节目中也在一再地 跟大家表示这种看法 所谓被动就是说 在尽可能的状况之下 是不要去碰两岸问题 但是到了发展到某一个阶段 非要两岸关系去改善的时候 大家又迫切的需要去改善两岸关系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从本土的角度来看 那国民党再怎么本土 也本土不过民进党 可是呢 如果加处理两岸关系 国民党的确 他是具有这样的优势 那么过去马英九执政八年的时间 为什么在两岸问题上面 虽然做了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 结果在选举上落败 我认为是民众产生了疑虑 那可是当民进党执政之后 如果两岸关系真的又陷入低潮 那么这个时候台湾的民众 他又会回过头来要求政府 去进行改善关系 这就是我们看到 阿扁执政这八年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这样的 所以台湾的民众 他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需求 所以不是说台湾是不是寝宗的问题 当年这个连战到大陆去的时候 连红帽子都不怕扣 所以基本上 那个时候是没有寝宗的问题 可是现在都变成寝宗了 那所以至于这个 这个台湾内部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是有一些讨论 但是我认为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新当人的主席洪秀柱女士呢 他对于这个国共论坛 是希望不要废的 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看法 可是如果从绿营的角度来看呢 对于我想对这个问题 基本上他们是 当然最好是 你把这个国共论坛停掉 那么可以完全建立 这个民共之间的一个接触 但是从这个两岸的接触点来看 他们我们希望建立多重的管道来接触 才能够缓和两岸紧张的形式 所以国共论坛 他也不失为一个接触的一个管道 那只是说像郭牧师刚刚讲的 那他所表现的形式是什么 最后达到的效果又是什么 这个是值得国民党好好来深刻反省的问题 好的 谢谢武汉教授 郭牧师究竟这个国共论坛要如何转型 刚才这个武汉教授也提到了 如果未来民共之间建立了接触之后 但是可能也会有这个僵局 或是两方出现危机等等 这时候多重的一个沟通平台 包括保持国共论坛 是不是也是到时候可能 民进党上台处理危机的 一个可能的沟通管道呢 您的意见 对 当然这个保持一个沟通是对的 但是呢 我觉得未来的转型呢 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还是要 国共两党还是要接触 表示要谨慎 因为在这个国共历史上 这个国共合作 每次都是国民党受损 第一次国共合作呢 这个党差点要忘掉 第二次国共合作呢 国家差点要忘掉 所以现在是算第三次国共合作呢 效果也不好 所以这个利益这个损失呢 是非常大 所以宁可呢 不接触 也是尽量要非常谨慎的 要跟中共的交流 因为中共它是一个很独裁的一个党 对外侵略 对内它是一种镇压人权呢 所以你跟它接触呢 要非常的小心 它在这个国内的话 没有这个YouTube 没有Facebook 没有Twitter 你跟这样的国家 你交往的话 这个利益这个受损 形象受损 第二点呢 就是说你国共交流呢 一定要保护这个台湾的利益 台湾的利益为重 你交流不能留在这个大白白的形式 你要维护那个台湾的这个 台商的利益 哪些台商的受损 再一个是中国的环境污染 雾霾对台湾的影响 这个问题怎么要解决 还有红色经济链 对这个台湾的经济的这种掏空 还有这个台湾的人力啊 财力啊 都到大楼去啊 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个要提出来 第三点呢 就是说国共交流呢 国民党一定要拿自己的优势去交流 国民党的优势是什么 民主 宪政 因为在蒋经国这个戒严之后呢 他这个人权方面 民主国家 民主政党 这是他的优势 他要敦促国产党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敦促这方面的话 他的这个优势才能表现出来 我觉得未来的转型呢 肯定是要进行的 但是立足在这三个方面 不要流于一个形式 或者是不要比共产党给利用 共产党利用是怎么样 就是最近我也看到 中平网很多大陆的这个专家学者 就说这个废州国共共论坛是不行的 其实我们知道大陆那些学者 都是官方的一些代言人 他们代表的就是共产党的身影 共产党他设立国共论坛的目的 就是联合国民党制止这个台独嘛 以前在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就是说通过国共论坛来制止这个绿营 现在如果民进党全面执政的话 那这个迫切性更加重要了 所以他要联合这个国民党来制止 这个民进党台独的这种趋势 这种趋势呢 再一个是他通过国共论坛来 继续的统战这个台湾的政界 所以这个方面呢 就是很容易比这个共产党所利用 达到他自己的一个目的 统战台湾 渗透台湾 甚至统一台湾的一个工具 这个目的呢 实际上台湾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要把这个目的要制止 然后呢 采取各种的形式 为台湾人谋福利的这个角度来出发 这样的话 国共论坛呢 才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感谢国保胜目 是对于这个国共论坛的转型 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而且要提到当年国共谈判的 一个惨痛教训 提醒国民党不要被共产党给利用了 那么究竟这个百年老店的国民党 就要如何转型来浴火重生 能把时间交给国一 好的谢谢东宁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就是目前台湾的政坛 不管朝野两党都是这个女性当家 那么那个在朝的蔡英文主席 我们就先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放在国民党 那国民党现在选出了洪秀柱当选新任的主席 那么他的任期是到2017年的8月 那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您看第一个就是您预期 他是不是一个过渡性质的这个主席 为了就是说下一届就是再补选的时候 国民国民党还是会有会把洪秀柱给推举出来吗 另外就是洪秀柱如何在这一年多里面 能够确实的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能让国民党振衰起逼 我觉得这个要先看一下 国民党目前的一个形式 那么在国民党选前跟选后 那么大体上我们知道 国民党内部是有一种分裂的引诱 那么所谓这分裂引诱 当时在挺住换住的时候 就可以呈现出来 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民党 跟台湾国民党之间的一个路线的一个争论 那么在选后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那么当然洪秀柱胜选了 当时党主席 那表示说这个本土势力并没有获得成功 那么这里面就看洪秀柱有没有办法去整合 那么如果假如说 他是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 能够到全省跑透透 然后这个跟各地各地方的这个党部的这个各基层 都能够深入的交流 那么把目前的整个国民党的形式把它hold住 我觉得还是有大有可为 但是如果假如说这一年多的时间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而只是在政策上面去做 就是在如何去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上面 去做一些改善的话 基本上是不容易的 因为必须这个党的主席 必须跟基层的民众之间 党员之间要能够建立一个连结 唯有这样子才能够把过去 大家已经冷漠的 或者分散的这些心了 才能把它聚在一起 那么当然如果假如说 我们看到这次总统选举 蔡英文的得票数 那么来评断的话 证明这个蓝营它只是这次 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它已经是离心离德的 那么所以在这样情况底 如果假如红袖书能够有效的 把整个的蓝营的心 重新聚合起来 当然我觉得明年以后 他还是一个可以担当重任的 一个领导人 如果不行 但是现在我们也没看得出来 国民党内部有哪一位 这个台面人物可以出来领导国民党 是好的 谢谢吴官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请教郭宝胜牧师 目前在这个 1129的大选 还有01116的大选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在认为说 国民党可能必须要向本土化靠拢 所以在先前国民党在李登辉总统时期 就已经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有人更提出了 因为中华民国是目前至少台湾朝野两党 都有的一个最大的共识 所以又有人提出了中华民国是台湾 把台湾跟中华民国画上等号 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可以挽救国民党目前的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声势吗 另外如果真的把中华民国跟台湾画上等号的话 会不会又陷入独台或者是两个中国 或者一中一台的这种疑虑 反而大陆方面也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呢 本土化是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选择 我们知道台湾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 这次大选呢 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的这个维持现状政策 和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这个政策赢得台湾人的支持 现在认同自己台湾人的台湾人是已经非常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国民党应该聚焦在台湾 应该扎根在台湾 应该爱护台湾 而不是一种中国心来看待这个中华民国 我们知道李登辉 他在99年提出两国论 两国论的核心呢 就是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是台湾 中华民国的领土呢 仅仅限于这个台湾进马 它跟以前那个两讲时代的中华民国是不一样 以前那个两讲时代中华民国 就是包括这个中国大陆 还包括这个蒙古 是一个大中国的这个概念 当然后来马英九执政之后 他又回到了这个两讲时代的这种大中国概念 所以他看这个中国呢 比看这个台湾呢 更加的这个宝贵吧 所以人力物理资源 所有的都到中国去 你看把中国的苏州啊 空山啊 东莞都建设得很好 结果台湾经济落后 十几年工资都没涨 还有跟那个共产党这样经常勾结 做一些事情 引起台湾选民很大的一个反感 所以呢就是说这种 华都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就强调的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 实际上就是两国论的表证 像蔡英文呢 他也是两国论的重要起操者 蔡英文提出这个维持现状呢 他的实质就是这个华都 华都是什么意思 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不再是以前的大中国那个概念 他的领土仅仅限于这个台本纪马 当然了两岸两国 一边一国 而且中华民国在台湾呢 不离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华都呢也是不承认这个旧外共识 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跟台独不一样 台独呢 他是认为他是这个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台湾也不属于中国 但他这个国号呢 是这个台湾共和国 当然这个华都这种概念呢 共产党呢肯定是不太喜欢 他是提出既反对一中一台 也反对两个中国嘛 实际上中华民国在台湾呢 这种观念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两个中国的概念 但是目前这个台湾的这个整个形势 尤其这个周子瑜事件呢 这次大选呢都表现了 就是说这样一种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人的中华民国 这种观念呢 已经在台湾成为一个共识 所以国民党呢 应该朝这个方向来改变 来这个承认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个既有领土的 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 他抛弃一个大中国心 具有一个台湾心 真的爱护台湾 炸开台湾 我觉得他才有一个出路 对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了 刚才这郭牧师提到 这个华独的概念 跟这个周子瑜事件 我有一张图 想要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 来分享一下 就是在网路上面 有一张这样的图 说一秒钟就可以分辨什么 是华独跟台独的概念 看上面这个卡通人物 他右手拿的是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 这个中华民国旗 就是周子瑜事件当中 他挥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旗帜 这个叫做华独 那么下面这个卡通人物呢 他的右手拿的是这个 未来号称是 台湾共和国国旗的 世界台湾人大会的会旗 他左手拿的是 代表台独的一个金鱼旗 这种挥着旗帜的 这个代表性 就是台独人物 那么这个图就一秒钟分辨 什么是华独的这个概念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海峡 两个听众观众 陪我们打电话进来 400-1200-551 或是台湾的听众 00801148940 谈谈说 您认为国共论坛究竟该该取消 还有这个华独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的救命稻草 我想先接听湖北旅先生您的电话 湖北的旅先生您好 请说 好 我赞成这个吴教 吴汉教授的他的分析 这个国共论坛呢 尽管这个没有在这个过去的 马英九先生执政的八年取得一定成果 但是他稳定了两岸的安定 就是说把两岸的关系呢 他确保在一个和平安定的气氛中 破坏这个气氛当中 这个任何动作是不应该有的 这不管是什么 华独还是台独 只要是说 这个整个民族曾经是在这个伤口里 我们两岸的这个同胞都是在伤口里 现在要把这个伤口怎么样愈合 那我们应该朝这个方面细思维 就可以改变这个 台湾同胞所需要的这个愿望 也可以这个是大陆同胞的这个愿望 同样的人实现 好的 感谢湖北的吕先生 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谢谢您请讲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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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喂 好 谢谢 我想请问那个国共论坛 能不能讨论那个环保空污 还是平路差距人权的议题 还是司法独立 另外能不能讨论那个大陆的开放党禁报禁 对相关议题 还是民共的论坛可以讨论这些议题 那双方是不是可以接受 还是有哪些议题可以更适切 好的 感谢谢先生的问题 山东的彭先生您好 请说 山东的彭先生 主持人好 我说一个观点 这个 这几年啊 还是感谢这个 马英九啊 他是有功无能 他不责任八年啊 其实我们还不能到台湾来 亲密看一看 台湾是上面嘛 那这个就需要有个 台湾是不能允许的 我都是发表我的观点 包括你这个嘉宾啊 你这个主持人在边那个发言的 对不对 从这个 不管从年事从地位 你要有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要和共产党啊 打架的谈 要改变嘛 你改变共产党嘛 人家还同意 你也要谈同意 我们也打架的谈同意嘛 谈来要走向民主 走向民主法治 对吧 好的 谢谢山东彭先生 不好意思打架您 我们今天上半场时间比较有限了 拿稍微尽量的快一点 这个河北张先生 请简短发言 张先生您好 你好 刚才那个央视海峡两岸 也在讨论这个 国共论坛的问题 我想这个央视海峡两岸 是国共论坛的翻版吧 我是非党人士 是对国共 都不是他们的党员 作为中国人 我认为这个国共论坛 有很大的局限性 就是这个比如说海峡两岸 这是个翻版 国共论坛的翻版 经常听到国民党政客求议 是吧 骂蔡英文 骂民进党 是吧 这代表是台湾的国民党 是台湾的代表一部分的日益 可是 大陆感到 民进党那么坏 蔡英文那么坏 为什么弄市政呢 就是这个代表性 故意狭窄 是吧 好的 感谢 河北 张先生 谢谢您的来电 宁夏高先生您好 请抓紧时间 高先生请说 你好 这个是 吴汉教授好 我看应该是 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那就是杀猪拔毛 反共灭党 消灭共产党 打倒国民党 国民党搞什么三民主义 都是胡说八道 五圈宪拔 砸其他吧 和这样一个邪恶的 中共的血淋淋的 这个政权勾携 与狼共产 能有前途吗 能有希望吗 好的 感谢 宁夏的高先生 就请两位来宾 回应一下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还有给我们上半场 做个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 郭牧师 对 大陆的观众 还是寄希望于国民党 那个反攻大陆 解放这个大陆人民的 实际上这个是最初的 国民党的一个本色 就是它的反共 追求民主宪政 但这个东西 现在国民党给丢了 所以大家很失望 它不仅不反共 而且跟共产党 可以说狼狈 为奸与狼共武 所以国内的人民 对国民党也是非常失望 当然你现在 叫台湾倒的国民党 来反攻大陆事宜 现在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好的出路 还是保守它台湾的根基 这个地盘 扎根台湾 就是谋求一种滑毒 蔡英文的这个政策就是 表面上它虽然不说这个滑毒 但是它执行的还是这个滑毒的一些政策 两国的两岸的一个政策 其实这个它为什么升选呢 这方面国民党应该吸取一些这个经验的教训 从这个民进党的升选里吸取教训 看民进党是怎么处理这个两岸政策的 所以这个比方说这个国共论坛啊 还有两岸政策 它有一个全面的反思之后 我觉得它有中山再起的可能性 只要你能改 那台湾人民还会再次的来 赢得台湾人民的民心 这个机会还是有的 对 好 谢谢郭牧师 吴翰教授 国共论坛在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沟通的平台 那么从大陆的角度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呢 它是一个统战的一个机制 那么但是无论是统战 或者是我们从台湾的这个沟通来讲 那么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效 那如果假如说是统战有效的话 那么今天应该这个民进党不会胜选 所以显然这个统战的作用 它是不存在的 那么至于说沟通呢 国民党在过去的沟通里面 确实也实现了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 那么只是说未来的新政府 能不能持续的让这个两岸和平稳定 继续发展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新政府必须考虑的 那么国共论坛它能不能再继续扮演一定的 这个功能跟角色 我想这个是看国民党是不是有办法 振衰起壁 国民党的影响力越大 国共论坛的作用就越大 国民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那么国共论坛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花瓶而已了 好的 感谢武汉教授 那么有关于国共论坛存废 还有华读这个概念的讨论 我们知道这以前干事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 台湾定定言论自由日 今年当年自焚的郑南荣 以及陈水扁是否应该被特赦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1989年4月7号 充满党外杂志 宣扬台独理念的郑南荣 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自焚 那么27年后的台湾 即将迎来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包括台北市在内的台湾八个县市 将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上周也在参加郑南荣追思纪念会的时候宣布 她在执政之后将兑现她的承诺 将4月7号定为台湾的言论自由日 那么对于蔡英文的呼吁 民进党立委已经提案交付审查 认为这是纪念郑南荣 对台湾言论自由的牺牲奉献 不过国民党立委则认为 国民党民进党应该先着眼于 其他的民生议题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挑起意识形态的争议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牧师 跟我们先介绍一下 当年整个郑南荣他自焚这个事件 还有您认为他对台湾民主的意义 对 国民党占领台湾之后 就颁布了一个戒严令 这里就取消这个言论自由 结设自由 就是说严禁报警 我们知道当时还发生过 雷震那个自由中国案 把雷震抓起来也判了很多人的刑 还有百扬 大力水手也给判刑 还有美利岛杂志 也抓了很多人 判了很多人 所以当时就是没有言论自由 但是1987年解除了戒严 开始走向民主化 言论开始自由 也可以民进党 很多党派都组建起来了 但是87年戒严到真正的实行言论自由 还是有一段过程 这里面就是牵扯两个 一个就是台独的言论 当时还是法律不受保护 还有一些像马克思主义 这些左派的言论也不受保护的 郑南伦他是一个政农家 他自己也办一个杂志 办了很多杂志 当时办一个杂志叫自由时代 他的主张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就是建言之后 你还没有彻底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 我要百分之百 就是台独的言论也要受法律的保护 所以他主张台湾独立 又主张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所以他在88年底 在他的自由时代杂志上 颁布了一个台湾未来共和国的 一个宪法草案 那个是很忌讳的 虽然解除戒严了 但是说这种台独的言论 还是根据当时的刑法一百条的话 还是触犯这个忌讳的 刑法一百条是规定 就是说你有内乱的这样一个意图 你就构成犯罪了 就是你的言论就构成犯罪 所以他就是来冲撞刑法一百条 然后颁布出来之后 国民党警察就抓他 抓他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 所以说在1989年4月7号 警察就冲进去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不能抓到我的人 你只能抓到我的尸体 那个时候他就点了个汽油 把自己给自焚 他自焚之后这个事件影响很大 在他祭奠的那一天 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给自焚了 所以当时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冲撞就是对言论自由的最后的一个框线 就是对台独言论的一个框线 所以郑南人事件标志着台湾言论自由的一个彻底化 后来因为这个事件影响 1992年中华民国就修改刑法一百条 就是说你除了有这个意图之外 你最关键是你有行为 你才构成这个内乱罪 言论这个层次不算犯罪 所以台独的言论包括马克思主义 很多的言论 后来我在台湾去看到他们那个会晤 这个五星红旗 这些都属于言论自由的一个层面 所以这4月7号定位这个言论自由日 蔡英文又提出要整个国家要定位言论自由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进步 然后也会成为一个亚洲民主的一个典范 也会动出中国大陆在言论自由方面 进行一个学习一个推进 好的 感谢郭牧师对于这个郑南荣自焚事件的介绍 不过台北的吴汉教授 究竟这个郑南荣的历史定位在台湾 是不是朝野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定定言论自由日的 这八个县市都是绿营执政的 然后蔡英文是说他执政之后 会变成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日 那么两年前台湾还有学者说 郑南荣他的这个做法不是劣势 而是像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客 您认为现在朝野对于这个郑南荣的历史定位 还是处于一个分裂 还是说已经比较有一致的共识了呢 吴汉武教授 我个人的看法是他还是没有共识 他只是在民进党内部的一个共识 那么郑南荣在这个台湾的民主运动过程里面 他是也其中的一份子 那么如果假如从这个整个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来看 有很多关键的时点还有事件 它的意义远比这个郑南荣这个自焚事件 要来得大得多 比方说像美利岛事件 它就是它是甚至于在戒严时期的一个活动 那么当时的这些美利岛这个受难的人 都是等于是提着头颅再去去跟这个体制来对抗 那么后来到了1986年这个民进党主党 它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才促成了这个1987年国民党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报禁 那么1989是在解除戒严 然后在这个开始发展之后 那么所以当时当然在这个言论开放的程度 尺度上面还是差很多 跟现在来看 那简直还是不可同日而遇 可是当时也有很多民进党的人士 甚至于党外的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 大家都在冲撞这个体制 甚至于包括当时的这个朱高正当立法委员 那么人家人称他是用暴力问证 跳上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议事桌 然后撕毁了这个预算书等等的这种作为 在当时也是这个惊天一举 那么所以很多事情 那只是说因为制焚他在抗疫事件中 他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基点 所以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影响 那么跟自杀炸弹客来讲 因为制焚只是伤害自己 他不会造成其他人的 所以他比较获得回响 那么自杀炸弹客因为会伤害到别人 而且造成社会的动乱 比较不被认同 那么我觉得郑南荣他当然 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为了争取言论自由 这件事情是值得去加许的 或者是肯定的 但是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日来讲 那么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纪念日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待商榷 好的 感谢武汉教授 那郭牧师你怎么看 另外就是郑南荣当你用自焚这样的手段 来争取言论自由 对比现在的大陆跟香港 你觉得有什么启示 尤其是我们看到大陆的言论自由 现在这个巴拿马文件草的沸沸扬扬扬 但是他却在国内完全近身不提 那香港的例子则是最近有一部电影 十年刚好也是有一个自焚者的环节 也是谈到提港独 结果有自焚这样一个激烈的手段 您认为郑南荣他的故事 对照今日的香港跟大陆有什么启示 我首先回应一下吴教授 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 台湾的民主是一个亚洲的典范 也是台湾最具优势的一个价值 所以把言论自由日定为一个国家的节日 这个台湾的价值在国际大家庭中 会得到提升 所以这个把言论自由定为国家日 这个我是表示肯定的 另外对这个香港对中国大陆 有很大的这个启示 郑南荣事件最关键的说明 它有百分之百的这个言论自由 就是包括独立的这个论述 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你比方说香港 十年这个电影 它就讲的是一种 本土意识的一种高涨 还有那个学院 香港大学学院在的时候 推出香港民族论 前几天还成立一个香港民族党 一成立之后 那个国务院港澳办 特区政府 都是狠狠地谴责他们 就是说你这个 港独的言论威胁国家 就是说实际上这些都属于 言论的一个层次 言论自由的层次 你像这个加拿大的 魁北克城独立 美国德克萨斯要独立 苏格兰要独立 这个它都是容忍的 言论自由的层次 所以对这个港独的这种趋势 实际上它也是 应该受到言论自由保护 你香港基本法都写着 香港市民运用 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 所以没必要对港独的 这些行为言行 进行这个取缔 或者谴责 甚至抓人 这是没必要的 当然那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来说 那这个差的根源 就像以前人们说的 这个台湾是这个民主 多和少的问题 大陆是有和无的问题 你看这个最近呢 就是有四个 广州的这个维权人士 他们支持香港的战争 就是前天就判了那个四年刑 还有一个深圳的作家 叫天佑的 他在这个网上 随便写了几句话 就粉刺这个彭丽媛 第一夫人 想学武则天 就抓起来就拘留了五天 还有最著名的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刘小波 也判了十多年 现在还在牢里 他主要也是写文章 他没做什么事情 写文章就判了十多年 所以你就看到 就是说如果台湾 订定一个国家性的 一个言论自由日 对中国大陆 是非常具有这种 示范的作用 才显示出台湾的一个价值 对东亚的民主 可以起到一个灯塔 引领的作用 这就是台湾的价值所在 好的 那么吴宽教授 简单回应一下 谈一谈您对这个中港台 目前这个言论自由的现况 有什么样的看法 跟我们这个话题做个总结 在台湾来讲 现在言论自由 已经不是问题 所以你任何的主张 都可以提出来 只要不是付出行动 有损国家社会 都没有问题 特别刚刚郭牧师讲 刑法100条 那么100条修正 就是修正了那个 处罚阴谋 那么阴谋的那个部分 把它拿掉了 所以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 才作为刑法 这个处罚的依据 那么所以在言论自由 现在在台湾 没有问题 可是在我们相对的看到香港这个部分 香港过去在英国人统治的时候 应该言论自由还算是不错的 那么可是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回归之后 我们看到言论自由的确 它是有受到一些这个限制 那么特别是最近我们也看到 一个杂志去这个报道 有关习近平的一些问题 也都被这个抓 这个当事人会被抓起来 或是怎么样 那当然香港现在 目前是在中共的统治底下 那么要如何去争取这个言论自由 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面 台湾的整个发展是 应该是可以给这个香港 做一些借鉴 那么至于在大陆呢 我认为在大陆它还是真的是有需要 很积极努力的去争取这个问题 因为民主自由从来不是从外来的 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它有在地的一种特性 需要在地的人推动自己 推动自己的民主 推动自己的自由 才有办法争取到 好的 感谢武汉武彪教授 那么在台湾政权移交之际 很多话题都引发争议 除了国共论坛 还有刚刚提到这个言论自由日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应不应该特赦陈水扁 这个部分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在台湾呢 高雄市议会的 跟这个台南市议会民进党的党团呢 在马英九总统任期 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候呢 提案希望马英九总统 能够在此时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那么提案一出 当然又引发了朝野的争论不休 那么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就说 民进党团自发性的提出这个案子 是希望能够在马总统卸任之前 充分展现出元首的高度 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也认为说 如果马总统能够特赦陈水扁的话 有助于促成蓝绿和解 他个人非常赞同 此外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则是认为 特赦陈水扁不是法律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那么政治问题就应该政治解决 如果由马总统来做 可以显示出马总统的度量 也给马总统制造出蓝绿和解的机会 但如果由蔡英文来做的话呢 就会有争议了 不过在蓝营方面 当然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抨击不已的 新北市长朱立伦 与国民党籍立委王玉敏都认为 法律程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总统并没有权力特赦 王玉敏也明白表示 如果民进党真的想特赦阿扁 那么为什么不等蔡英文上台之后 政治解决 由蔡英文来负担自己的政治后果 那么此外 副总统吴敦义也表示说 陈水扁目前还有很多案子在审理当中 法律程序并没有走完 此时不宜特赦 那么究竟陈水扁特赦的这个案子 到底是法律的层面比较重 还是政治的层面比较重 我们想请两位专家 也来为我们平息一下 这个台湾目前最热门的话题 先请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 我觉得陈水扁的案子 它明显的是一个因为贪腐的问题 而遭受到这个关押 那么目前呢 也在一个保外就医的状况 其实保外就医 坦白讲它当然身体 有没有具体的这种问题 当然在很多医生来写是有的 但是它也算是一个政治 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至于再进一步 是不是把它做的特色 我觉得既然是法律问题 还是要归到法律来处理 也就是说我也赞成 就是说当所有的这个案件审判 都已经告一段落 那么它到底有没有罪 那么这个定验了之后才有特色的问题 如果假如说本身它还没有在整个侦查的过程里面 那特色是什么意思就不要再侦查了 让它没有办法厘清这件事情的始末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认为到蔡英文任内去提特色案 对整个社会也不是问题 我觉得现在对特色陈水扁来讲 在整个社会上是应该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那么尤其它已经服刑服了若干年了 那么所以在这样之后 如果在这个整个法律都事件都已经厘清了 那么由当时的总统来做这个特色的宣布 我觉得它不会引起蓝绿之间的一个争议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郭宝胜牧师 那如果说整个法律程序走完 到时候再交由蔡英文总统来特色的话 这个不是其实阻力会比较小吗 有必要赶在马总统还剩一个多月任期的时候 来提这个案子 让马总统来特色 有人说是给马总统难堪 您觉得呢 我当然赞成就是马英九他来特色陈水扁 这方面我跟吴教授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前任总统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你特色他实际上也是保护国家的一个中严 这个前任总统的话 他也代表一大批的社会的阶层 你如果对他出发严厉的话 就伤害很大的社会阶层 这会引起社会的一个对立和强烈的一个复仇的情绪 我们看到在韩国民主化之后 第一任的民选总统金允三 他对权斗焕 朴正熙 以前的这个独裁元首也进行了审判 判了这个无期徒刑很严重的刑 但是不到一年就把他们给释放了 特色了 他为什么这些这个独裁这些都比给特色了 更何况阿边人家是这个民选的一个总统 所以要仿效韩国包括美国 很多一些民主国家的一些例子 国家元首毕竟不通于这个平民 他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一个重严 对他的特色不仅有利于这个蓝绿的和解 而且整个缓和一个社会的矛盾和对立 营造一种宽容和解这样一个氛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马英九再有一个多月的人期 在这个时候 他应该想想自己的这个后路 如果他非常这个残酷的对待的话 那他后来也会给追究责任 愿愿相报何事了 因为他其实也有很多的案子在这个追究他 最简单的就是马王真正的时候那个泄密案 当然那个案子是比较小的 还有其他经济方面这些案子 所以他要想象自己的后路的话 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呢 释出这个和解 其实他已经做了一步 他把这个陈水扁给保外就一样 实际上已经释出了一定的善意 如果再彻底化一些 就是应该尽快在这一个多月呢 释放这个特赦陈水扁 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在这个特赦的范围之内 他完全可以形式这样一个权柄 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个马英九总统 释出善意释放这个陈水扁前总统 对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斗宁 好的 究竟应不应该特赦陈水扁 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桃源的陈先生您好 请讲 您好 我想这么说 我对于美国民进党这位党员的话 从头到尾全部不能认同 从言论自由到马英九要特赦他 言论自由是假 然后要宣扬台独是真 然后马英九要特赦他 那马英九之所以搞到今天的地步 不是因为他亲中 而是因为他太民进党化 导致于所有的国民党党员 中正很多的党员 重叛清理 那他们做到国民党做到最大的错误就是 跟着民进党走 228应该丢到历史垃圾桶的 他在那里跟着他搞成一个纪念日 所以变成年年斗争 那如果言论自由也变成一个纪念日 那就是年年圈阳台独 他说马英九残酷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从何所起 这个仇恨的心理 令人觉得难以接受 感谢桃圆陈先生 再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讲 大家好 不要那个帮凶 提凶手是谁套 那个台湾争持自由 人的自由也好 争持火速也好 不是某些人 他们自己是宣做的 以前就有多少人 潜入后继 犧牲多少 从民革三十几年 三十八年开始 多少人犧牲 民进党也不要玩 两上贴金 什么叫特色 这些人做得多少坏事 不是只数损贪力 还有其他 好的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 再接一位 山东的彭先生 请抓紧时间 彭先生请说 彭先生简短发言 这个犯罪是不能够踏碎的 不能踏碎的 你这个沉水病是贪污嘴犯的 不管你哪一个震荡是震 还是支部主义国家 还是人为国家 嘴犯那些踏碎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蚂蚁酒 蚂蚁酒这个问题 人家还是很公道的 它只不过是管理不一致 好的 感谢山东的彭先生 那么最后就请两位来宾 可以一分钟给我们的今天节目 做个总结 进行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圣牧师 对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就是实施务者为俊杰 现在台湾的本土意识这么高涨 而且中共的形象越来越不好 侵犯人权 对外的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国共的交流 它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它尽量的是避免 跟国产党有接触 包括国共论坛的形势要改变 另外一个 它一定要扎根台湾 爱护台湾 所以它国民党的本土化 确实应该立上他们的议程 如果它真的是有一颗爱台湾的心 维护台湾的心的话 也会赢得台湾的民心 下次大选说不定 国民党又胜了 最关键是 它有一个好的政策的策略 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好的 感谢郭牧师 武汉吴教授 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 多几条沟通的管道跟机制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所以国共论坛如果能维系下去 我觉得是好事一桩 那么至于民共论坛能不能建立 我觉得我们也期待 它能够建立起 最好是说由台湾自己内部 形成共识之后 跟大陆之间直接能够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跟大陆之间来互动 我觉得那是最佳的 那么至于未来 那么在两岸之间 它能不能在这个有效的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么这个要看国民党自己本身的作为 那么至于台湾的这个民主跟言论自由 它是经过了多年的奋斗 是很多人一起来奉献的结果 所以要定一个言论自由日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只是说 是不是凸显正难容的这个样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去商榷的一个问题 好的 现在今天两位来宾的讨论都非常的深入 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宾 同时听众观众朋友们也非常热烈的参与 那么相当的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特别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武汉教授 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师牧师 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感谢您 谢谢 好的 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了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留言发表您对废除国公论坛 台湾言论自由 还有应不应该特赦 沉睡变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了解华盛顿樱花节 关注美国之音Facebook 4月16号的上午10点 我将在宪法大道为您现场直播樱花节大游行的盛况 4月16号上午10点 美国之音Facebook 期待您的准时关注 好的 距离蔡英文520就职只剩下一个多月 那么台湾内部相关的争议却也同时一一涌现 与此同时 北京政权似乎也危机四伏 我们将密切带您关注相关的重要发展 也请您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各位听证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